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又是新的一天 阿牙收到任务 需要把强制收查到的收押品送到本部 还被交代不能打开箱子 阿牙一个不小心打开了箱子 里面竟然是满满的黄金 来到应急房间 他和春景他们在看彭子的性感写真影集 彭子这回真的红了 突然彭子出现请求应急帮忙 他好像被公司卖掉了 公司社长投资失败 为了还债还带彭子去参加有很多可怕叔叔的派对 应急听完先乔装成黑社会的样子 然后上彭子公司打算教育他们一番 另一边的阿牙把金块全部带回家 打算在身上画几个瘀青 假装在路上遇到流氓 被抢走箱子 然后就是自己去夏威夷逍遥的各种美好幻想 突然应急和彭子上门 在混乱之下打开了箱子掉出金块 就在这时门口来了一群流氓 阿牙和应急都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 不过门外的人已经在想办法打开门了 应急和阿牙撞开门 拉着彭子逃跑了 后面的人也穷追不舍 这时他们逃到天桥 两个楼梯都来了人 应急抱着彭子往下跳 阿牙也顾不了这么多一起跳 刚好掉在大卡车的顶上 应急解释 原本他去公司要找社长理论 没想到社长早跑路了 里面满是黑社会 要抓走彭子 应急就揍了对方一拳 而应急威胁阿牙带他们一起去夏威夷 否则就报警 阿牙无可奈何而只好答应 接着他们来到港口 要搭乘已经沟通好的船只去夏威夷 不过此时黑社会的人已经抵达了 他们加速奔跑逃上船 彭子一个不小心又跌倒了 应急让阿牙把船开回去 只料阿牙拿了箱子 便各断绑着轮胎的绳子 让应急一同掉下去 彭子被绑在废弃大楼 黑社会威胁彭子 如果不乖乖听话 他们便会杀了社长和经纪人 社长是被他们欺骗 而购买了期货导致巨大亏损的 这时应急出现 黑社会也知道应急不好对付 便拿彭子的生命威胁应急驻守 突然阿牙骑着摩托撞进来 一拳打飞对着彭子举刀的流氓 彭子感叹这就是男人的友谊 结果是彭子想多了 原来应急把箱子里的尖块掉包了 这是回来做应急的 在他们互相作慢的时候 流氓已经全部撤离了 留下炸药打算把他们炸成灰蒜了 眼看到数计时每分每秒减少 已经来不及了 5 4 3 2 1 突然有一个人从箱子蹦出来 摄影人员也出现了 原来是明信吓一跳节目 从社长被骗钱到彭子被卖掉都是假的 只不过现在绑在应急身上的尖块是真的 这时真的流氓也追来要尖块了 同时大楼外面也聚集了很多精英部队 冲进来把流氓团团围住 长官走出来称赞阿牙做得好 因为他才能将这个犯罪集团一网打尽 这些尖块是不法集团准备买毒品被收押的钱 就这样事情告一段落 新闻还刊登了彭子上明信吓一跳 顺便破了毒品集团 又是新的一天 春景到工地找妈妈 同学也说春景妈妈操控吊车起重机超帅的 晚上他们到春景家吃烤肉 只见春景妈妈穿着低胸吊带衣 同期他们都差不多要流鼻血了 春景催出妈妈赶快换别件衣服 要是被应急看到就 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应急出现在客厅 还在那边玩戏干干那件衣服很可以 晚上春景看着一张妈妈抱着宝宝春景的照片 春景回忆起来 妈妈告诉她由于当时贫穷没有办婚礼也没有证书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妈妈结过婚的结婚照 隔天放学春景他们一边打电动一边聊天 春景妈妈才二十几岁 为什么没有再婚 这句话让春景有些在意 然后他们偶然看到妈妈和一个老头在结婚会场 春景整个大爆炸 难道妈妈要跟这个老头结婚 好不容易等到妈妈回家 妈妈有些喝醉了 拖了裙子就倒在沙发 他问春景如果自己再婚 春景怎么看 春景慌张的继续追问 不过妈妈已经睡着了 春景不是不愿意妈妈再婚 但是担心对象是那个老头 无意间发现妈妈包包里有婚纱目录 难道担心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了 隔天 春景把妈妈可能要再婚的事情告诉同学 英吉也插上一脚 他推理老头是抓住了妈妈的弱点 比如妈妈带着一个笨儿子 多少对未来有不安全感 如今这个有钱老头虽然不是很喜欢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 老头就顺势逼婚 春景听完一定要阻止这件事 星期天妈妈化了漂亮的妆出门 春景乔妆尾随在后 也联络了英吉他们来到结婚会场 英吉的样子实在太奇怪 吸引了工作人员的目光 英吉只好出面胡说八道转移视线 让藤吉他们也混进去了 在柜台处 有位大叔的女婿突然爽婚 大叔看到英吉便拉着他补放 英吉没有办法 带着大叔跑去找春景妈妈 春景来到一个大堂 看到妈妈穿着婚纱和大叔在台上 春景二话不说 挥着棒球棍砸碎了几个花瓶 就当要打到老头时 妈妈一个大长腿踢来 过后春景头上多了几个大包 妈妈在台上拍照 原来妈妈是来当婚纱店模特儿的 老头是社长 这个场所是妈妈上班的公司盖的 因此社长坚持要妈妈当模特儿 其实妈妈也很高兴能够穿上婚纱 拉着春景拍照 离开前刚刚一直拉着英吉的大叔出现了 原来是要英吉搅拌新郎 虽然新娘整个家族的笑容有点诡异 英吉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又是新的一天 早上冬月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原来是偶然听到男学生讨论 冬月凶小穿泳衣也没什么看头 而为小男没有去冲绳而感到惋惜 学生这样说就算了 就连英吉也这样说 还说冬月的身材像牛棒 气得冬月下定决心要用全新的泳装 吸引所有男人的目光 到了永一店 冬月不晓得挑哪件好 突然小男出现说 要去冲绳的话 选择能够仿射光线的会比较好 那就能凸显身体的立体感 冬月说着关于牛棒的事 同时也说着英吉的各种魅力 小男火眼金睛 马上察觉到冬月喜欢英吉 因此便自高分有帮冬月挑选战衣 不对是永一 回家后冬月四穿三件 太保守的像小学生 太性感的冬月称不起 小男拿出法宝 可以充气的空气胸垫 不过在这之前 他还是要去永一店一趟 找真正适合冬月的永一 冬月自己在家尝试 拿了小男买的三点事 没想到一穿上 感觉自己很有女人味 便开始预报不能 再染个亮发 化妆带假睫毛等等 接着他想起抽奖抽到塞黑机 干脆弄个小麦社屁肤好了 几个小时后 小男回到冬月家大震惊 冬月整个太过了 冬月看着小男忍不住哭着求救 等自己发现时就变成这样了 小男安抚他 到明天还有时间 交给他好了 到了明天几何时间 小男拉着冬月来到学校 吓坏了大家 冬月就像白女鬼似的 就这样他们抵达冲绳 这里的气候比较接近 洋热带 懒懒的天大大的太阳 那上天还在说教 现在是校外教学 被应急一件刺飞帽子 帅气的呼喊 让学生们来到这里 就好好放纵自己 不过村井他们也发现了 最后牙子还是没有来 集穿走路时不小心碰到杏子 杏子把他推倒在地 还说不怕他去告状 最讨厌他这种依靠别人的寄生虫 接下来学生们都投入大海的怀抱 英吉帮学生日光刺青 冬月要求英吉帮自己写love在手臂 英吉嘲笑是中学生啊 气得冬月转身走人 定一边杏子使唤集穿去买果汁 还没礼貌的把钱丢在地上 这一切让英吉看在眼里 过后英吉重新分配了班上的住房表 竟然是男女婚房 丽美快要被房间里的三个钢弹米搞疯了 完全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其他的同学都有诸多不满 英吉表达他只是想创造不一样的回忆 集穿可最惨了 由于和杏子一个房间 被杏子他们丢在阳台外 英吉突然出现 让杏子反击 体力不行就用脑啊 接着 集穿上吊的影子出现在阳台 吓得杏子他们联盟打开阳台 却看不到集穿 突然集穿像僵尸一样出现 吓得杏子他们大喊大叫 然后英吉把这一幕拍下来 还说杏子他们怎么说都是女生嘛 看那鬼还是会害怕的 英吉临走前让他们好好相处 想当然饿 集穿又被杏子他们揍了 隔天被揍满头包的集穿 却不自觉笑了 果然女生还是很好玩 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有趣的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